总统蔡英文民主伙伴共荣之旅 途中过境纽约两天 传出他在当地 建了众议院的民主党团领袖 纽约州的众议员杰弗瑞斯 总统拼外交马不停蹄 反台之后将迎接远道而来的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麦考尔可以说是美国国会 非常重要的外交政治领袖之一 那跟台湾能够进行 第一手直接的交流 了解台湾面对的威胁跟困境 了解台湾的需求 麦考尔领军的访团 结束南韩行程之后 6号搭乘美军行政专机 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 来台期间规划与我军政高层物谈 掌握台海情势第一手情姿 8号觐见蔡总统 并在当天离开台湾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签订了44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那这个就有特别的意义 代表美国这个舔台 舔台已经过世这个什么 力道已经进出了 回顾短短不到一周时间 总统先是在纽约会晤 民主党的杰弗瑞斯 回程与麦卡锡有约 等于美国朝野两党 蔡总统都见到 在加州期间也不排除 和美中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等跨党派一行人见面 而这也是双方继二月 在台湾碰面之后 再有机会接触 避免碰触到中国的敏感神经 双方有共识 秉持低调原则 台美交流持续深化 美中台三方角力千一法动全身 在中国虎视眈眈下 台美间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说 尽量好新观点採访报道 立刻下载尽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